剛剛苗布爾議員是臺北第一輪 我們先請苗布爾議員尋到 謝謝 因為時間有限 就直接泄入主題 公務員上網 我個人認為這不是問題 現在每個人工作 幾乎都會上網 公務員也有言論自由 這一點也是千真萬確的 我也尊重 而且我也捍衛公務員的言論自由 但是我在今天強調 言論自由絕對不是你違法和違反行政倫理的遮羞部 我非常不滿意市政府事後用言論自由 來掩蓋這些實質上違法又違反行政倫理的行為 高高舉起輕輕放下 這給社會而且給我們市府 其他8萬多個認真工作的公務員 非常不好的示範 調查報告從第一次送到議會 上星期五交委會 到今天已經是第三次了 可是社會大眾關切的問題 在這調查報告裡面還是都沒有看到 大家關切的是 到底這麼多市府員工在上班的時候 透過公務的設備來上網 這件事情真的只是個別行為 還是它背後是有組織性的 到底是自動自發在造謠 還是收到指令在造謠 到底是什麼動機要造這些謠 要在上班的時間做這些政治打手的行為 在這三次的調查報告裡完全沒有提到啊 會展基金會的主管今天有來 你們調查的範圍很明顯的就是議員講到哪裡 你才查到哪裡啊 我就問今天這個員工他說他到處打了電話 都沒有人理會他沒人關心他 這件事情真的假的你們調查了嗎 報告一座 那是這樣子 就是說當時他有提到就是說他 也有撥電話這個通聯記錄了 所以我們也看到了一些記錄 但是我強調他講說顏色正確才有的醫 還可以取得醫療 這部分完全錯誤的 他個人必須完全的 他講說台大的醫生跟他講說 只要是還會呼吸還可以走路就是輕症 這你們查證了嗎 他這一篇文章裡面 影響了多少人的名譽 影響了多少公務機關的名譽 甚至還影響到台大醫院的名譽 結果你們只在乎說會展基金會有給錢 所以是造謠 其他呢其他機關的名譽受到影響就不管嗎 觀傳局 剛才聽你解釋了一大堆 我想問一下觀傳局的主管 你們相信他的說法嗎 我們相信 因為他的承辦的案件裡面 並沒有這個部分 所以根本就是跟我們業務 所以你相信他說沒有違法兼職 你做了任何的調查嗎 這個部分我們有 人事那邊有在那個調查過 所以就是在考慶會的部分 就是針對他言論的部分 還有上班 所以人事那邊是用什麼方法調查證明他不是違法兼職的 一個是看他的上班出勤的狀況 還有就是他自己我們當然也會問同仁 那我就問一件事情 在你這一篇所謂的請這個把成果匯報總經理要包含KPI的貼文出來之後 網友從你的IP質疑說這是國發會的IP 是不是國發會有網軍 這件事情在PTT上也討論好一段時間 為什麼你沒有出來澄清解釋 官傳局你知道這件事情嗎 不好意思 一座我們不清楚這個 所以你的調查到底在調查什麼 調查了老半天 這些在網路上大家明明白白都已經知道的事項 這一篇文章在當時曾經引起網友討論是不是國發會的網軍 這件事情是公開資訊你們都沒有調查到 然後你今天來到議會告訴議員說你們都已經調查完畢 處分完畢 如果真的是一個無心之過 是honest mistake 那你為什麼不跟網友解釋說你不是國發會的網軍 要到後來才發現原來你是台北市政府官傳局的 議員我們沒有PTT的帳號 所以這個部分 你們不用PTT的帳號也可以看到當時相關的討論跟質疑 因為這些是網路上的公開資訊 再來交通局 你們給這個科長寄一個過一個小過 這個是你們已經確實詳實的調查過之後才做出來的處分嗎 還是你只是根據他的字數根據他的自白所做的處分 我們就其他所提出來的部分 然後也去查那個總共345天 那我們去345天去找上班時間有126天 你們這樣子去撒來你看我PTT 交通局的這位靈性科長 他在近半年內 我只引近半年內 往下往下 到這個 近半年內 他天天上班的時間都在上PTT 你們知道他在近半年內在PTT上面上班 就發了多少文章嗎 你剛講多少 這個他上班時間近半年內 上班時間發文加推虛文就1528則 上班時間發了1528則 裡面的內容除了違反公務員行政總理 還有幫柯文哲拉票之外 還做市府政治打手 這你們知道嗎 你們有沒有看到 來 下一個 這個是一篇跟機車有關的文章 來這科長今天有來對不對 我今天讓你發揮你的言論自由 你把你推文的內容念出來 推你啦 我自己機車騎25年 完全不支持代轉大富翁 他們用那種絕青派的 煽動手段來討論交通管制問題 根本很噁心 而且你仔細去看他們是不是針對某些 顏色執政的縣市 是不是比較少去抗議 呵呵 來 交通局的長官 機車路權團體是不是我們交通局業務合作的對象 是不是我們有徵詢他們的意見 是諮詢他們的民間團體對不對 我們有跟他們都每個月有開會 每個月有開會 結果你的科長在網路上說他們是根本很噁心 匿名的 在網路上上班時間說他們根本是很噁心 來 下一張 來 科長你的言論自由 胡偉科大情侶車禍 往機車左切塊 你把你推文的內容念出來 你啦 一堆害死人的入圈仔 你們交通局的業務諮詢的對象 被你們科長在網路上面說 他們是一堆害死人的入圈仔 來 下一個 再下一個 時間有限 這一句 來 科長 請問你在講誰 講chip 講chip 你講他什麼 我說公關公司就承認了 你還硬要嘴交通局 來 交通局你正式的 對chip這件事情的公關稿 你是怎麼說的 公關公司已經 他跟chip這邊溝通有 有差造成的 不是我們交通局沒有提這個部分 結果我們交通局沒有提 說機車一樣大小車沒有提這個部分 結果你的科長在上班時間 來 下一篇 在上面發一篇文章 在帶風向 匿名的帶風向 在下面來 下一張 在匿名的推文 帶風向 說chip是有顏色 看顏色 說chip不敢嗆其他縣市 在講台北市交通局 這幾年做得最好 好棒棒的 這件事情我以上舉的這些 你們都是調查範圍內嗎 你們有沒有查到 有沒有 這簡單問題吧 沒有 來 下一個 2018年11月23號選前一天下午3點上班時間 來 這位科長在上面說什麼 在網路上面發文 發館長用力幫科P吹票 幕僚如何跟科P互動 蠻值得一看 這點你們有沒有查到 有沒有查到 我們在前一天 他有另外一個在10點的時候有發一個請大家參加那個 選前一天 上午發一篇 下午發一篇 一整天都在幫市長拉票 上午發那篇是要什麼 要假動啊 科粉假動對不對 這你們都不知道 剛剛那個你不知道 沒調查到對不對 來 下面 我請 下面 下一張 下一張 來 科長 你在選前一天幫科P拉票 講什麼 對啊 對啊 你的言論 淺藍淺綠 深綠的朋友幾乎都投科 這是第一篇 然後第二篇是我現在吃午餐 隔壁桌藍綠都有在爭執 但是都說選科 很認真在幫科市長拉票 這有沒有違反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 有沒有 所以我們在考驅會上有考量這個部分 有給他 加考量進去 所以我剛剛這些期的零零種種 攻擊百姓 攻擊路權團體 違反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 零零種種加起來就一隻小過 這就是你們的價值觀 來 下一個 2020年3月18號早上10點 上班時間 你在PTE上講什麼 來 科長 你的言論自由 王大議員好大 好大的威望 原來社會局長被逼退這個新聞 背後的議員就是王浩 新聞壓了還真久 不管是柯P 酬庸張藝善 或是議員關注的人士 都是欠罵欠 狡啦 幹 上班時間去說我們議會王浩議員失色 背後社會局長被逼退新聞壓了真久 這個你們有沒有調查到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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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調查到 來 來 下一個 這篇 是從一個王浩議員 他在國外發了一篇文 他隨科市長出國 然後呢 他這個發了一篇文說我們科市長在外面的演講 講的不是很好的臉書文章 這位科長來 你發表你的言論自由 在上班時間 10點39分 你說了什麼 我說找個議員出國去扯台灣後腿 這議員還真有臉 議員在公開的地方 王浩議員在公開的地方 據名 批評台北市的市政 這是他的工作 你們的科長 在網路上上班時間 去虛他 下面一個 你說王浩議員怎麼樣 人是借審 預算 刁難是否的 借審 預算刁難是否 你們的科長在網路上面 自動自發 義勇軍 來下一個 減蘇培議員 監督大巨蛋的時候 你在上班時間 先用我們的公務的電腦 批評了檢議員 你怎麼批評他的 真的很愛搞這招 來下一個 選舉前 3年前選舉前 10月23號的時候 你在上班時間 你在網路上 跟大家精闢的分析選情 你怎麼講 林亮君也好啦 可以拉下 顏若芳就爽 梁文傑我還勉強 就像大安文山也是只要拉下 檢蘇培就爽 然後中山大同 大安文山連續 勉強投個實力啦 不然都 就都 給顏若芳 檢蘇培這種科黑當選了 上班時間在分析選情 帶風向 結果 你三年前做的工作是什麼 來 科長請教一下 你三年前做的工作是什麼 記得吧 不會不記得自己的正職是什麼 三年前 應該是記證吧 然後在這三年內 就升到科長 你下一步就是副局長 對不對 這些以上種種 所有的 明確的違法的 而且情節重大的行為 你們給他一支小過 人事處 在不在 做 這是平時考機是不是 跟一座報告 就是說 就是各機關如果 對是不是平時考機嘛 這個是平時考核獎 對那平時考核 是不是可以公過相抵 公過相抵 一個小過是不是兩支嘉獎可以抵掉 三支 三支嘉獎可以抵掉 這位科長今年已經記了幾支嘉獎了 是不是記了四支嘉獎啦 這個部分可能要請那個就是 小龍局 是不是 這科長今年已經記了四支嘉獎了 剛剛人事處已經告訴大家了 三支嘉獎可以抵掉一個小過 你記得這個過 對於這科長根本沒有任何影響 這叫懲處 這叫懲處 最後 資訊局 你說你沒有辦法調查說 這些帳號背後的人是誰對不對 那你們能不能調查 他們之間有沒有互動 有沒有群聚 的意思是從IP的 對啊 就是這些IP跟這些帳號 這些公務電腦連上 我們請那個 我們資安處的 資安中心主任 一座好 我是資安中心 謝主任 那個 跟一座報告一下 我們針對的 只能針對這個IP 他是共用IP 從內網這邊去取得這個IP聯網出去 然後取得這個聯網 出去的這樣子的行為 確定他的 可能的機關在哪裡 再去回推到他的設備 所以你沒辦法從他的時間 跟他上網的行為去判斷他們有沒有群聚 對不對 我這邊補充說明一下 我們是 沒關係 因為我時間有限 不過我在這邊告訴你們 他們有群聚 只是我還沒有辦法 因為我手中沒有 足夠的資料 讓我去查出 這些群聚的行為是多還是少 來 下一張 這個三級警戒延長到7月12號 去年 去年的新聞 去年6月下旬的新聞 發文的Pieter Ru 是不是官傳局的那位送信科學員 是 Pieter Ru在上班時間發這篇文 下面Going90去呼應 Going90是不是會展基金會那個臨性員工 怎麼這麼巧 北市府的員工上班在PTT上摸魚 然後還摸到同一篇文章去 怎麼這麼巧 下一個 北農的新聞 在去年7月份的時候 上班時間 交通局的林姓科長在八卦版上面發文 下面Going90去推文做呼應 怎麼這麼巧 都上班時間摸魚 一個在交通局 一個在會展基金會 摸到同一個PTT網站的同一個八卦版的同一篇文章裡面去 這個是現在社會在質疑的事情 我一個議員 我才7個助理 我都查得到這些東西 結果你們這麼多單位 這麼多人加起來 什麼都查不到 是否到底是真查還是假查 是真查還是假查 是不是打假球 有查到的部分 不痛不癢 寄個功過相抵 就結束了 這樣子的報告 禮拜三大會的時候會過嗎 我覺得你們這些 主管機關要好好的仔細的想 思考清楚 因為我們柯市長把標準 道德標準拉得非常高 不要讓人家看到說 原來同樣的事情發生在台北市政府身上的時候 才知道原來柯文哲都是用聖人的標準在檢視別人 用最低的標準在對待自己 我們請陳一舟議員